很重喔 是不是很重 沒有很重 重拿16台斤的山藥 整根要樹立起來 還得需要兩個人合力才能完成 實際拿齒量一量 進入了山藥季節 桌上滿滿各式山藥創意料理 山藥櫻花蝦米糕 山藥佛跳牆 山藥琉璃翡翠 更吸睛的是這道 山藥鮮魚米粉湯 先將山藥切塊 炸得金黃酥脆 齊魚用熱油汆燙 最後用高湯下去熬煮 放入米粉吸飽湯汁 先把齊魚先酥炸一次 為了讓它外表酥脆 而不會煮起來變得太軟爛 然後山藥也是 先把外皮酥炸一次 下去再哼煮 因為我們哼煮 怕煮得太爛 所以山藥我們就是炸熟之後 直接擺在上面 湯汁沖下去 這樣才會保有 它那個山藥的味道在 多吃山藥 對身體是非常有好處 因為山藥它包含了 它有非常豐富的食物纖維 食物纖維它對人體 可以降山高 保護腸胃 山藥口感綿密 秋冬是盛產季節 尤其是基隆的白雪玉品種 口感清脆 基隆市政府和農會合作 要把山藥結合山海特產 設計了食道滿漢山藥大餐 山藥種植的面積 大概都大概七八公頃 可是今年因為漢災的原因 所以收成少非常多 因為大部分的農民 都是靠那種自然的泉水 或是說雨水 今年因為都乾旱 所以說只有少數農民 因為它有自然水 所以才有辦法種得起來 不過因為特別照顧 所以說品質還是一樣很好 今年產量雖然少很多 大概總共也不足兩萬公斤 不過因為山藥大戰 是我們基隆的一個特色 所以說我們一樣 今年一樣 雖然成本提高 我們還是一樣繼續辦 基隆市政府也喊話 今年的山藥大餐 即將在12月10號 在基隆海產樓登場 名額有限 11月16號開放報名 限量只有100桌 那今年因為氣候的關係 下雨量比較少 所以山藥的產量比較少 那我們本來很擔心說 這次的山藥大餐 可能就辦不成了 但是我們跟農會 跟農友這邊協調精算之後 那我們還是客服萬難 在今年依然舉辦 這個往年都相當搶手的 山藥大餐 那我們今年的山藥大餐 在12月10號 那我們希望這個市民 能夠踴躍來報名參加 今年基隆遇上了缺水 山藥產量大減 農友的成本提高 市場符合農會 顧及民眾期待心情 照常舉辦山藥大餐 希望疫情解封 民眾也能夠外出品嘗到 基隆特有的山藥料理 山藥大餐 給人熊讚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山藥大餐 性格 農友